拖了四個小時 在今天傍晚 立法院院會總算是順利的三讀 通過本次臨時會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了 立法院長尤錫坤就宣告 為期二十四天的第十屆 第四會期臨時會正式落幕 一月一日起扁院每一位立法委員 及構黨團公會助理之助理會增加4% 每月構為四十四萬一千三百三十四元 及五十五萬一千六百六十八元 令適用勞動基準法所需加班會 不休假加班會等相關經費增加4% 每月構為八萬八千兩百六十七元 及十一萬三百三十四元 總預算案通過之後 行政院長蘇貞昌也依循網立 前往立法院向立委致意 表達感謝 並且跟民進黨籍的立委合影留念 而今天立法院臨時會院會三讀修正 通過一百一十一年度的 中央政府總預算 歲初原本是編列新臺幣兩兆 兩千七百八十四億元 簡列大概兩百七十億元之後 預算規模還是高達了兩兆兩千六百二十一億元 是創下了歷史新高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